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为大家翻首歌 大家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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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今天看不到 今天看不到 大家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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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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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时间 不会特别长 因为明天 拍戏时间特别早 五点半就要起床了 五点半就要起床了 所以今天 今天就跟大家聊天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天 沙特别的 我看了 你 攝影 和你 我 现代戏 挺大的 因为我不管适不适合现代戏我都要拍呀 对吧 只有多多尝试我这个演员的道路才会更加的宽阔呀 不能也一直都在拍古装嘛对吧 对不是怎么去知道好不好呢 对是的男主 前几天没有在拍明天开始拍 不是校园剧 那你前几天怎么没直播 是因为我们直播只是每周直播一次 每周五晚上十点直播 但今天直播的时间稍微早一点 是因为明天出工时间有点早 五点就要起床了 所以不能陪大家聊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今天上播会早一些 然后下播也会稍微早一些 也希望大家理解 不算是职场剧吧 是一个还比较有意思的题材 他也有现代的戏份也有民国时期的戏份 对现代剧 对是的下午再唯独剧本 周五直播是十点到一般来说在休息的时候不再拍戏的时候是跟能跟大家播到十二点左右 还有两个小时时间吧 今天估计 因为待会还要去染发 所以时间安排的比较满 但是既然答应了大家直播还是会跟大家见面去聊聊天 是一个特别正派的角色 咋看起来不该想没有 是有点累了 就起的比较早 然后一直都在忙 然后没怎么吃东西 感觉有点辛苦 没有是因为有点累了 没有是因为有点累了 现代戏 精神状态不太好 没有没有挺好的挺好的 大家放心 放心挺好的 有吻戏吗 有吻戏 特别多吻戏 我觉得可以满足你们了 谢谢朋友送的热气球 谢谢 好 梁晨照相馆 剧名 搭档的老师是 宗雪瑶老师 对 是的 他有民国的部分 但是现代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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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下播会挺早的 因为刚拿到纸质版的剧本 所以自己还要温习一下 因为前期可能磨合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自己可能做功课的时间也会稍微长一点 所以今天下播的也会比以往早很多 也希望大家理解 剧名可以透露吗 已经透露过了 对视的刚进 是 赞赞你老子 是啊 今天都已经43了 过多的剧本内容就不跟大家透露了 大家会看更多日常的我吧 因为 基本以前的剧都是古装剧 现在也希望能看到 现在装的我吧 我给你们展示更多吧 情感性会很丰富吗 会的 会很丰富 我会很累 谢谢朋友送的满天灯 谢谢 哈哈哈 太好笑了你们 就 今天蛮累的 行程蛮多的 但今天跟你们聊聊天 其实 其实 今天已经很累了 本来打算 要不就不播了 但我觉得 现在 就总觉得 如果我在休息 还没去弄头发 在休息的时候 没跟你们直播 总觉得 有点愧对你们 所以还是打算直播一下吧 直播的前期可能稍微 就是真的很累 但是 现在看你们聊天 突然又觉得 放松了很多 开心了很多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很开心的 就看到你们的留言 真的蛮开心的 谢谢你们 谢谢 说我说话好讲 那我应该怎么说 你说我应该怎么说 那如果我真的不喜欢开播的话 那我就不开播了 对吧 如果觉得我说话假 如果你觉得我说话假的话 那你看我直播 我觉得 物以类聚 你会不会 也稍微 不是那么的真实 我觉得我刚刚已经大实话了 为什么要说我假 最开始的时候真的蛮累的 就是不想开播 但开播 开播很 看你们的留言 真的还蛮放松的 因为看到剧本的时候 量会大 量大的时候 我是一个极其容易认真的人 我 我就会容易 我不是那么 学 那么容易学会放松的人 对 我会给自己一定的压力 就 就情绪就会容易 荡 而且我会自我的去调解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可能 比较喜欢养植物的原因吧 因为我可能我也喜欢 习惯了 独处 嗯 然后不开心的时候 焦焦花 看看花 心情就会变好 对吧 压力大的时候 这样心情也会变好 所以自己能解决的事情 我一般不会麻烦别人 我一般不会跟朋友 去诉苦我 然后说 哎呀我好累呀 哎呀怎么怎么样 我一般不会这样 对 其实也没有压力很大 就是 就是这种 我可能进组前期我都会 比较 比较会给自己 自己一些任务吧 稍微一有任务就会有枷锁 嗯 我 是的是的 我拍很快 这一次 因为 因为是 短剧嘛 所以时间很快 十多天 十多天就能拍完 不到二十天 可能二十天吧 十多二十天就会能拍完 所以很快就能 跟大家又在花房见面了 但可能近期 可能就会稍微冷落一下你们 因为的确是 我会比较专心在工作上面 再加上年纪大了 真的需要好好备层 然后因为我一般在 休息的时候睡的比较晚 做西可能也是一个 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你你你太假了 对 怎么办 你你你太假了 对 怎么办 我说了 我是北市大毕业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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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好多是吗 好开心 至少 明天上镜的压力 就不会那么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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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家 语言自由 就是尽量正面一点就行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随意的直播 对吧 希望评论区的确不需要有太多的力气 就是好好地聊天 就是好好地聊天 我在平坛 好 今天兵哥问我了 问我什么时候上线 然后我把我今天的行程也告诉他了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我今天晚上要订装 对吧 然后刚订装回来 现在 因为他们还在去准备我的那个染发剂 所以我就上来跟大家直播 今天没吃午吗 因为今天在组里面 回北京了以后就能跟大家 给大家看植物了 没有玩具 没有玩具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需要推动力的人 就比如说 一开始我会比较按心情来走的一个人 可能就自私 稍微有一点自私 对 然后把需要有人给我推动 比如说兵哥 说兵哥说兵哥要连我了 那我可能也会连 对 我也会很开心 但前期我就会觉得 哇 好累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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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己 对吧 稍微有点设恐 对 有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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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ure they didn't make a gift Behind a friend like me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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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的一首歌 分享給大家 可以透露劇名啊 叫良辰照相館 你今天不開心嗎 其實我真的還挺掛臉的 我發現我是一個特別掛臉的人 竟然還有人說我不夠真實 不是今天不開心 是今天稍微有點累了 昨天趕飛機也趕得挺晚的 而且因為最近 有適當的在 在控制體重 吃的不是特別多 昨天坐飛機然後又遇到了 雷雨天氣 在飛機在上空盤旋了好久 然後飛機的那個震感也不是特別的舒服 然後我在飛機上特別想吐 整個人的狀態不是特別好 有點滴血糖 我因為馬上開機了 我本來不想吃那些快餐的食品 炸雞啊什麼的 但下飛機實在是有點撐不住了 就在機場點了一個漢堡 吃了 吃完了 對 然後昨天一到了這一邊 已經 快兩點鐘了 然後 因為今天跟導演約了 約了因為 我還是想把我看完劇本的想法 第一時間跟導演分享的 昨天就跟導演聊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吧 聊到了三點半 聊到了三點半 完了以後 然後因為換了環境嘛 然後加上洗術 差不多五點鐘才休息的 休息完了以後 今天起來了以後 就開始 去 場景那邊 就是拍了一些東西 拍 跟劇組的行程 然後圍讀啥的 又定裝啥的 所以就會 就有點累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大家放心吧 放心吧 我們也也是會適當的調整的 都是成年人 對吧 不辛苦不辛苦 所以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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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